然後除錯模式 因為你都不知道啦 其實說真的你就把它點一下 然後呢慢慢來看 比如說我轉對不對 然後我就S現在是Java 這個S裡面放的是Java程式 總共是有幾個字呢 有六個字 前面是四個英文兩個中文對不對 那你就這樣 就是這邊設中亂點嘛 然後再下一個 下一個他就怎麼樣 進到那個把2H 這個就是轉成那個 X就是轉成什麼 轉成16進位的嘛 那16進位的話前面因為他補 他就用Charge H是去抓他的位置 第幾個然後抓到C 所以這個地方我把它 抓到C就抓到一個J 就抓第一個字 抓到第一個字之後的話我把它補0 然後再去接什麼接他的那個 16進位之後的結果 就是004A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總長度是四個字 減掉四 所以意思Substring就是從第0個字抓後面四個字 然後並且補一個空白 有沒有補到後面去 所以換下一個 然後就是 補出來的話 然後 然後我們看最後輸出的那個 這個String的Result是這個 然後 就一直串 把它串在後面 串在後面 有沒有 然後前面 我想前面四個英文沒有問題 補0沒有問題 可能比較問題就是 這個 層有沒有 那層的話抓過來之後的話補 補上兩個0之後 它變成 本來有 呃 四個字的 補兩個0變6個字 那因為把6個減4個 兩個 所以從第2個以後切 所以把00給扣掉 扣掉之後你會發現 7A 有沒有 0B就出來了 這個再來也是 中文的 所以把前面兩個字扣掉 我想其他 我想你自己再慢慢看 應該都可以看到細節 還蠻清楚 上面都有跟你講說 他裡面放了哪一些 變數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利用那個除塑的方式 最後記得把它停掉 切回來的話就是切到這邊來 那這一期的 課程重點大概就這樣 全部的程式 Source都在這裡 所以 第 101我想單數題應該可能性比較 應該比較低 所以你可以從102開始 102我們前面所有其中 那這個地方我想 這個102很簡單嘛 你當然你也不一定要跑一個回圈 你就直接怎麼樣 就照著他需求 把結果跑出來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 或者你可以跑一個回圈 這邊底下我都有一些Source 提供給各位參考 另外的話就是 和弱之數 這一題當然難很多 那就是 大概就是打散之後 再去判斷是不是 加起來是不是15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是怎樣 把最後的結果 把它跳出來 那我這邊是有註解 那我這邊是有註解 就是耗費多少時間跟 這個是昨天嘛 我們講過那個 兩個政列 就二維政列 這個可能比較難 又分成兩種 一種是 自由命題跟 預設的命題方法 第一個 這個是預設的 這個是預設的 第二個是 就是從那個 我們 就是 那個那個 裡面 去抓 就是讓你可以加 從那個 我們 argument裡面 去抓 然後再來就是 其他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20 204 其他的話 這些我想都 差不多 請各位 就是 再把 一些細節 稍微看一下 那第一個 就是最後記得 就是說 你把這邊 輸出的話 記得就是你 只要執行過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在你的病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將來繳交的時候 切記就是你的那個 工作區裡面 會有sauce 你就繳交這一個 跟什麼 跟這個bin 裡面這個 兩個繳交 記得 注意一下那個 檔名 不要有錯 最後一定會有四個檔案 一個點java 一個點class 繳交之後的話 如果沒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拿到 那個證照了 那就 期待各位 可以順利的 拿到 這個 這個證照 如果說 因為你們是 下個禮拜 在 3 早上考試 如果中間 當然如果 還有問題的話 就是 看在用那個 Email的方式 跟我 聯絡 或其他 什麼方式 反正 就祝各位好考試順利 OK 最後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什麼問題 沒有 沒關係 現在沒想到 到時候 有問題的話 到時候再看怎麼樣 再跟我聯繫 也可以 還有 這三天的影片 也讓我把它傳到YouTube上去 如果你有些細節 實在 沒看懂的話 沒關係 反正 你就是在到那個YouTube上面 反覆把它Repeat 多聽個幾遍 然後 最重要不是只有聽 還要做 OK 然後 等各位的好消息 好